5月6号下午,黑龙江省政府新闻办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 据悉,黑龙江省连续多日无新增病例,并于当日临时下调哈尔滨市南杠区随分合适风险等级 为防止群众疫情防控意识松懈,专家提出倡议 记者在发布会上了解到,截至6号中午 该省已有62家三级医院,29家二级医院具备核酸检测能力,检测能力大幅提升 医院的总检测能力已经达到39,000人分每天 同时我们还有17个第三方检测机构,他们的总检测能力达到46,600人分每天 再加上我们全省的集中部门 那么目前全省的总检测能力已经超过了9万人分每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